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蛤蜊炖蛋 蛤蜊买回来 嘎啦嘎啦先洗干净 放入大一点的容器内 清水养一养 撒一些盐花 叠几叠食用油 让它吐沙 两三个小时足够了 接下来我们烧一锅水 把吐过沙的蛤蜊 开水里跳一下 那我们顺便说一下 买蛤蜊的时候 要挑这样紧紧必牢的 或者你一蹦它 它就会必牢的 不用盖锅盖 差不多一分钟多一点 它都会张开了 然后我们就给它捞出 直接放入蒸蛋的盘子里 待凉 隔壁蒸蛋好 最好用这种生盘 不能用碗 用碗的话 隔壁层底就不见了 这样均匀放开 待会儿 蛋液倒入 就这个形状上锅蒸了 隔壁炖蛋要炖的相对厚一点 水大约是蛋的1.5倍 比方说一颗蛋50cc 那水就放75cc上下 调味先 放些盐 盐 盐要比平时少放些 因为蛤蜊自带盐粉 料酒 或者沙点白胡椒都可以 打散后再放水 那水呢 室温水或者温水 我都有试过 不觉得有差别 但是烫水一定不能用 打到它完全泄了 没有力了 我们加水 1.5倍的水 最后我们倒入蒸盘里 可以这样顺便过滤一下 这样蒸出来的蛋会比较光滑 冷水上锅 开水上锅都可以 只是水开后马上要转轮火 这是任何蒸蛋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 上面要盖一个盘子 或者放一张鱼箔纸 垃圾什么都可以 转纹火慢闷 纹火八九十分钟后一定成型 如果你用大火冲 一定起孔 变老变丑 用纹火焖 就是多焖一两分钟 也不会有质的变化 最后撒一些葱花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